故事泡泡堂 宝贝盒 菌菌 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妈妈看着菌菌房间里 堆满东西的大盒子 皱着眉头说 这个球好脏啊 丢了吧 菌菌回头一看 马上惊慌地说 不行 这是老师说我好乖 送我的礼物 老师送你的礼物 对啊 上次玩游戏的时候 老师说我很棒很乖 所以送我一颗球 那这些色纸呢 那是上次到外婆家 表姐折给我的 菌菌赶紧小心地 把色纸收好 她突然看见 大盒子里的几片叶子 拿出来笑着说 妈妈你看 这是我们去爬山的时候 我捡到的叶子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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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看着菌菌 也想起上回 全家去爬山时的情景 渐渐地 妈妈对于这些盒子里的小东西 不那么在意了 她笑着说 这叶子的叶子 这叶子的形状真的很美 菌菌 你可以把它夹在书里面 就可以保存得很久 真的 那我要把它夹在 我最喜欢的故事书里 妈妈看着菌菌 笑着说 菌菌 我也有一个宝贝盒哦 妈妈 这盒子里装什么 你打开来看看呀 是一双小鞋子耶 这是你的第一双鞋子 你就是穿着它学走路的 好小哦 现在只能套进两只脚趾头 咦 还有一顶小帽子 这也是我以前戴的吗 嗯 没错 你看 现在都戴不下咯 菌菌和妈妈 一起看着宝贝盒里的东西 原来妈妈也有宝贝盒 里面放的 都是我小时候的东西 因为你就是妈妈的宝贝啊 妈妈 我爱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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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